什么 你想要萧十三回归家族 想都别想 不可能 道歉 家族众长老都要求把那逆子引回来 也逼迫着让我跟你都给他道个歉 什么 让我给那个逆子道歉 这不可能 如果我不照做 他们就会分裂萧家 并且把你赶出萧家 或者杀了你 所以灵儿 忍一忍吧 萧十三 我绝对不会让你活着回到萧家 绝对不会 五年前我能杀你一次 五年后依然可以 正好我联系了数十位半部战神级的高手 这次就算你是战神 也必死无疑 另一边 三人吃完午饭后 高薇薇就想要跟冷义军再多待一回 毕竟两人五年多没见了 于是萧十三也就很识趣的一个人先回去了 只是萧十三刚到家的时候 就看到了正在楼下凉亭里 跟高小颖聊天的天衣 这祸难道要怕我小姨子 大哥你说啥呢 我哪有那个胆子啊 我是有事找你的 嗯 那你说吧 大哥 是萧家的事 当年把你赶出去的那个燕京萧家的事情 嗯 萧家的事情 不错 大哥 您之前跟嫂子在北江举办百成婚礼的事情 燕京萧家也得到了消息 而且他们也知道了你找万天圣弄的那个域外战神的身份 萧家因为那时还召开了一次家族议会 萧家的枝脉萧破天 萧萧等人要全力把你赢回萧家 但你父亲却反对 只是最终你父亲妥协了 答应让你回去 所以昨天当今的萧家二爷 萧萧正在往天海这边赶来找你了 哈 把我赢回家族 谁说我要回去了 当年那个女人逼着萧宿把我赶出萧家 那些人也没有替我说话 呵呵 现在知道我有个战神的身份 就想要让我回去了 大哥 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当年把你赶出家族的那个林飞灵 他已经集结了几十号顶级杀手 花费巨资雇佣 那些杀手目前也在往天海这边集结 我们判断他们今晚就会来动手 找一堆半步战神级的杀手来暗杀天神电电主 这可能是龙国建国以来最大的笑话了 十三抱歉 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萧家欠你的 我替萧家给你道歉 抱歉 虽然我也姓萧 但请阁下搞清楚 我跟燕京的萧家 没有任何关系 小心 有杀手 紧一瞬息 林飞灵请来的几十尊杀手全部允计 有些不过瘾 都太弱了 这种级别的杀手 再来一百个 也没意思 战 战神级强者 小二爷说笑了 我只是我大哥身边的一个护卫而已 当不得龙国的战神 卧槽 这样一尊有着战神实力的强者 居然只是十三的一个护卫而已 情报严重失误 十三绝对不是普通的域外战神 十三 这样 只要你回去 我做主 给你萧家四分之一的股份 如何 请问你们家族的四分之一股份是多少呢 我提醒你一句吧 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整个军林集团就是我大哥的 什么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军 军林集团 你们萧家的家主夫人 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来刺杀我大哥 这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三天之内我要看到他的女人消失 否则我就带几个兄弟 也去萧家走上一遭 看看你萧家的人到底能不能挡住我们 林飞玲 你坏我萧家百年打击 你该死啊 十三抱歉 我代表萧家为你道歉 很多事情我们也都被蒙在了鼓里 但你放心 不用三天 我明天就会给你一个交代 爸 我们都错了 五年前咱们萧家人都做了一件错事 你现在召集所有高层在家族大殿等我吧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马上就到 一切等我回去了再说吧 一条真龙啊 萧十三真是一条当之无愧的真龙啊 我们萧家错过了一个崛起的绝世机会啊 林飞玲 萧素 你们真该死啊